好 這個是執行往前進 要往前躲多久呢 由華碩開發今年榮獲大獎的Pinball機器人 宣稱在記者會現場 透過指令卡實際感應 機器人就能夠完成指定的動作 好 三步 左轉 一步 三步 它是會做一個左轉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是 這一款結合座遊概念的遊戲卡任務 讓使用者隨時在不插電的玩樂中進行創作 市政府教育處和華碩公司合作 秘書長方定安和華碩簽署合作備忘錄 未來將由華碩導入專業人才進入校園 合作推廣AI教育及推動師資培訓課程 針對一年級到十二年級的智慧教育 我們有深入的一些研究 而且在機校上也是全國的排在第一名 那未來在這個智慧教育上 再更深更 其實跟我們所謂的智慧城市 當然是息息相關 只要牽涉到智慧了 我們就希望從基層來做這個教育學習 未來我們在城市的硬體上 我們都發處也好公務處也好 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因為這是一個趨勢 所以未來在硬體的建設上 我們也一直持續的往這方面去努力 這幾年來我們基隆的教育 尤其在資訊教育的這個區塊的推廣 不管是在載具的一個針編 或者是我們智慧教室裡面的一個改造 那回歸到教育的現場裡面 其實是希望學生更有職能 不管在Steam教育的一個推廣裡面 或者是我們各項的一個課程規劃設計 還有活動的一個策展 那這一些呢 都是希望在教育的現場裡面 老師有資能 學生有學習的興趣 那最重要的是 就是也對於基隆的一個科技化的教育 能夠有更深遠的一個發展 那這一次非常非常感謝 我們華碩可以跟我們簽訂MOU 那除了讓教育的現場 資訊教育的這個區塊 有更好的一個夥伴可以推廣之外 那最重要的 其實也對於我們資訊教育的一個方向 還有對於孩子的教育 能夠有更深遠的一個影響 現場也展示Pinball機器人如何操作 華碩希望透過這次合作 為基隆市的師生帶來啟發 透過以Pinball機器人為基礎 那我們可以提供教具 然後教材 甚至一些教學活動 跟整個基隆市教育處一起攜手合作 推廣這些 也會提供這些教師們一些工具 或者是一些平台 讓他在製作這個所謂的課程上 能夠更簡單更方便 讓他能夠實際把這些 Steam跟AI教育能夠推廣到 實際的教學場域裡面 市政府特別感謝華碩願意在基隆投入資源 讓基隆的孩子 能夠提早學習AI 一定能增加基隆學智 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記者黃少鳴今晚報導 生日文 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